跟規矩 我们必须要 让我们更为国民的品德跟修养 在这品德修养里面 让我们不要忘了 车下的车我们都是行人 我们都是行人 车下的车我们都是行人 行人好 台湾会更好 最后 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让人民环境的交通 摆脱地域恶民 让地域的恶民摆脱 还给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严跟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台湾的交通安全 面临了非常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要控定失透 不断的彻底的检讨跟改进 最主要是希望 让我们下一代有更安全 更理想的一个优质的环境 我们今天特别 给各位青年朋友做个报告 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不断的要从我们的交通 滑规都市计划 交通搬风尘 重新的细做思维跟检讨 让我们检讨里面 今天特别是来回应 民间团体环路移民的五大诉求 这五大诉求我们一定要做到 因为现阶段的人车不分 混淆了整个交通的空间 我们也要同时去检讨我们的交通的耗制 标志跟标线 这些已经不合十一的 我们都要落实的去把它改正好 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必须要车让人 强让弱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也同时在这里给各位好朋友 做一个书名 交通 人本繁星的交通里面 不是只有规范跟规矩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更为国民的品德跟修养 在这品德修养里面 让我们不要忘了 车下的车我们都是行人 我们都是行人 车下的车我们都是行人 行人好 台湾会更好 最后 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让人民环境的交通 摆脱地义恶民 让地义的恶民摆脱 还给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严 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